接下来是个好消息 台湾再度展现了软实力 有两名新锐设计家 以装置艺术播光 在米兰家具展中 夺下了最大奖 设计报告奖 是展览开办14年来 第一次有台湾人 夺下了这个奖 中心的口吹玻璃 缓缓转动 光线从里头射出 透过玻璃产生折射 在黑暗中 创造出波光淋淋的效果 光影变幻 带给人如梦似幻的感觉 这作品由台湾新锐设计师 曾熙凯和陈涵熙一同创作 希望能让大家在家里 就可以享受水波美景 今天我们最早想表现的 就是光影的效果 等于说像比方说水波 然后有时候光反射 透过水波会在建筑的环境上 出现这个波光吗 两人在一月才决定合作 花了四个月时间创作 尝试过不同才知 想要做出波光效果 最后发现传统口吹玻璃 效果最好 于是将作品带入国际大赛 第一次参加会内展 就获得设计报告奖 还有国际家市展卫星展 第三名这两个奖项 这也是台湾人在米兰家具展 第一次获奖 在国外因为拍照都很大 然后必要靠别的案子来支撑 因为我们两个人在欧洲也好几年了 就觉得终于熬出来了 获得大奖也算是为自己交出了一个亮眼成绩 不仅成为台湾之光 现在产品都获得英国 意大利和维也纳等多国厂商青睐 合作案都还在谈 未来前途无可限量 牛电TV有长话送文倩台北报道